听说芦笋富含锡元素,锡元素可以杀死癌细胞,你快多吃点,可能就好了。 李大爷今年58岁,近几个月时间来频繁地出现变血,腹痛症状,开始时以为是痔疮发作引起,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情况越来越严重,整个人因此而消瘦了不少。 去医院检查后发现并不是痔疮引起,而是罹患了直肠癌,这个结果另一家人都难以接受,怎么好好的会被确诊为癌症? 李大爷老伴到处搜罗治疗癌症的偏方,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得知锡元素可以杀死癌细胞,于是他就买了一大堆富含锡元素的食物,天天在家煮给李大爷吃。 不过的确,锡是人体必需元素,近年来关于锡元素可抗癌的说法愈演愈烈,甚至各种锡相关的保健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比如复锡茶,复锡大米,复锡水等等。 很多健康人会通过补锡来防癌,但这个做法真的可取吗?锡真的能抗癌吗? 1.锡真的可以杀死癌细胞吗? 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表在《Nature Metabolism》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锡半光氨酸生物中的代谢酶CF2具有锡解毒作用,而这个解毒作用是癌症生存过程中所必须的。 通过抑制,CF2,可起到扰乱肿瘤组织中的锡利用,最终可以让癌细胞因为锡中毒而死亡。 那这样是不是就能说明补锡,可以防癌抗癌呢? 答案是不能。 不可否认的是,在人体大量缺乏锡元素时,身体会生病,其中又以克山病最为典型。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盲目补锡,一项涉及多项补锡与癌症预防的汇总研究锡和癌症预防中指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补锡可帮助人类预防癌症。 对于现代人来说,食物摄入本身就较为丰富,通过食物完全可以获取身体所需的锡元素。 大多数人根本不缺锡,无需刻意进行补充。 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最高锡元素摄入量为400微克。 锡元素虽然是人体必需元素,但不是摄入越多越好的。 长期大量摄入锡元素可能会诱发锡中毒,带来指甲、毛发脱落、损害肝脏等危害。 锡到底有啥作用? 1.抗氧化。 锡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帮助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令细胞内的膜结构免受损害。 同时锡元素还是维持心脏功能的重要元素,对于受损的心肌细胞损伤有修复作用。 2.提高免疫力。 锡可对体内的免疫系统功能起到一定影响作用,能促进淋巴细胞产生抗体,让血液免疫球蛋白水平增加或维持在正常水平。 3.还可以帮助激活体内的某些酶元素活性,让体内淋巴细胞的抗氧作用加强。 3.帮助排毒。 锡在体内可以合格、拱、铅、锡等重金属相结合,降低重金属毒性,起到帮助排毒的作用。 身体缺锡会怎么样? 1.容易患癌。 当身体缺锡时血液中锡含量降低增加,患上癌症几率以及死亡率,锡在中间代谢产物甲基锡醇中具有很强的抗癌活性,能抑制乳腺癌肝癌及结肠癌。 2.当萎缩性胃炎缺锡时会增加癌变几率。 2.容易患上血栓,缺锡可对心肌带来损伤,补锡能保护心肌,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而且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脂含量,提高好的脂蛋白,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减少血栓生成。 3.另外,当缺锡时容易诱发多种肝脏疾病,对肝脏带来不同程度损伤。 3.容易引起衰老,人体内氧化损害是导致各种疾病及衰老的主要因素。 锡具有抗氧化功效,能防止过氧化物和自由积积类,当缺锡时容易引起衰老。 4.另外,若眼睛长时间缺乏锡摄入,会诱发多种眼疾,导致视力下降,比如视网膜病白内障,夜盲症及甲性进食。 除此之外,没有足够的锡,不能及时清除精状体中,脂质过氧化物,让精状体变浑浊,从而导致白内障。 4.增加身体中毒素,锡能把体内有害重金属结合,通过排大便或者排尿的方式排出体外。 当身体缺锡时会引起重金属积累,而诱发多种问题,比如贫血,肾脏受到损伤,婴儿畸形或者智力发育异常等。 另外,缺锡也会降低抵抗力和免疫力,容易受到疾病入侵。 2.补锡首选食补,适当吃这四类食物足够了。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身体对锡的需求是能够通过均衡膳食得以满足的,并不需要额外补充。 4种是富含锡的食物分享给大家。 1.蘑菇类 蘑菇类食物内的锡元素相对会高一些。 100克牛肝菌类的锡元素可达到700微克,口膜的锡元素可达到70至80微克,日常可适当吃吃。 2.海产品 海产品的锡元素含量普遍比较高。 如鱿鱼、海参等食物的锡元素可达到150米聚100聚左右。 3.坚果 坚果内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同时还是身体很好的锡来源,日常可适当多吃腰果、松子、花生等坚果。 注意不能大量食用哦,否则容易让身体热量摄入过剩。 4.卤笋 4.卤笋 卤笋内有丰富的多种维生素、锡元素、铁、萌等。 其锡元素含量甚至可以跟蘑菇,还产品媲美。 3.上了年纪后,这四种营养素也要补。 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消化吸收功能会逐渐变差,所以更容易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 而一旦出现营养不良,会给老人的身体带来极大影响。 老年人尤其要注意补充这几种营养元素。 维生素D。 60岁以上的老年人维生素D缺乏率可达到22.2%。 维生素D可参与身体对钙的吸收利用,缺乏维生素D容易引起骨质疏松、勾楼病等。 建议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日摄入量保持在15微克。 日常可多晒晒太阳,多吃蛋黄、牛奶、蘑菇等食物来进行补充。 钙。 钙对于骨骼健康、心血管、内分泌以及神经系统等均有重要作用。 我国老年人缺钙问题十分普遍,超半数的老年人钙摄入量达不到推荐量的一半。 建议老年人日常可多喝牛奶、酸奶、吃鸡蛋来补钙。 蛋白质。 不少老年人在上了年纪之后就很少吃动物性食物了,长期如此容易引起蛋白质摄入不足。 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身体抵抗力下降。 日常可适当摄入猪牛羊肉、鱼蛋奶类、大豆及豆制品来补充蛋白质。 膳食纤维,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胃肠到蠕动速度会逐渐变慢,也更容易出现便秘问题。 所以,日常要适当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来促进胃肠到蠕动。 建议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粗粮、杂豆来补充。 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老年人来说,可将粗粮磨细后食用。 癌症的发生与多种因素相关,不要盲目相信补充某一个物质可预防癌症,这是不科学的。 对抗癌症,相比盲目吃所谓的抗癌食物,遵医主治疗更有效。 此外,一定一定要注意,吸虽重要,却不能乱补。 三,既然吸这么重要,为啥医生很少让病人补吸? 医生确实很少会让病人通过膳食补充剂来补吸,因为服用膳食补充剂在吃食物,很有可能会造成补吸过量。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营养科营养师张田表示, 日常饮食中包含充足的肉质品、海产品的话,吸的摄入量是可以满足身体需求的。 如若盲目地额外补充吸,很可能会导致出现头发断裂、干枯、指甲变脆等吸中毒的表现, 严重时甚至会导致肢体麻木、天摊、乃至死亡。 日常补吸一定要慎重。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日吸摄入量在60微克为宜。 日常可以通过摄入海鲜、肉类、穀物以及奶制品等来满足需求。 一般无需购买额外的复锡食品。 值得提醒的是,由于锡元素在动物性食物内含量相对较高, 素食者容易出现锡元素摄入不足的情况,可适当购买复锡产品来补锡。 防癌吃的粗一点,这没错。 数据显示,上海浙江等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 节脂肠癌的发病率也比西部地区要高很多。 这就是由于精米细面吃的太多,体内缺少纤维素从而引起的。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不光要吃面粉和大米、玉米、豆面、红薯面等等这些粗粮, 都应该食用粗纤维的食物,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从而使得人体每天的排便都很通常,避免了便秘的发生。 而长期的便秘,会诱发痔疮等肠道疾病。 同时,粪便在肠道淤积的时间越长, 粪便中的有害物质对人的身体也会产生影响。 猪食吃的粗一点之外,蔬菜和瓜果也要多吃, 这些都能促进肠道的畅通, 从而避免粪便淤积给肠道带来的压力以及病变的影响。 吃饭要跟蜗牛一样细嚼慢咽, 有的人吃饭狼吞虎咽, 这不利于食物的消化, 会给胃肠系统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此外,吃饭过快,会导致血糖急剧上升, 长期维持这样的习惯,容易诱发糖尿病, 而糖尿病进一步会增加人体患癌的风险。 吃饭放慢速度,可以使得食物营养充分吸收, 便于消化,而且胰岛素分解糖分的时间充足, 从而在饭后血糖不会急速上升, 也就避免了糖尿病出现的风险。 除此之外,如果烫食吃得太快, 容易刺激食管,时间久了会诱发食管癌。 所以,细嚼慢咽可以使得食物的温度不热不冷, 对食管和胃部的刺激也就没有了。 很多人的癌症是做出来的, 情绪和心态对于仿癌也至关重要, 因为人的情绪有暗示的效果, 不良的情绪可以放大对身体的刺激作用。 如果长期处在这种劣质情绪的笼罩下, 人怎么会不生病呢? 所以在中医的理论里, 才有百病生鱼器的说法。 健康的人体是协调和平衡的, 而不良的情绪就是打破了这个平衡, 从而导致人体各个脏器处在一种亚健康状态。 不良情绪笼罩的时间越长, 出现病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所以俗话才说笑一笑十年少, 尤其是对于已经患有癌症的患者来说。 不良的情绪破坏的是人的免疫系统, 当免疫力跟不上的时候, 你的情绪又处在很差的状态里, 癌细胞自然就要大举进攻了。 四种防癌蔬菜要多吃, 世间万物,皆有优劣。 蔬菜里除了膳食纤维丰富之外, 吃对食物还能达到防癌效果。 比如以下四类蔬菜, 就是李佩文专家强烈推荐大家吃的。 十字花科植物, 比如白菜、卷心菜、花菜和油菜等等。 中医认为这类菜性良, 可以起到清热解毒的功效。 而且, 这些菜中含有引朵类衍生物, 可以体内多种没保持活性, 从而起到抗癌防癌的作用。 根莖类蔬菜, 比如红薯、竹笋、 萝卜、胡萝卜等。 含有的胡萝卜素多, 而且纤维多, 可以立个宽敞、 降腻礼器。 海藻类植物, 像海带以及紫菜等食品, 富含多糖类物质, 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而且含点量很高, 可以保护甲状腺的健康。 海藻类食物性含, 肠脂可以软肩散结, 消影破机。 食用菌类、 蘑菇、香菇、 金针菇、 木耳、 银耳等等这类食品。 多糖类和核糖核酸比较丰富, 细胞的免疫功能能够得到有效维护。 这类食品性肝, 可以补气化痰、 浮症驱邪。 节俭是美德, 但在吃上不能太省。 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 由于以前过过苦日子, 因此十分节俭, 甚至一些没变的食物都舍不得扔掉而是吃下去。 很多没变的食物中都含有致癌物质黄曲霉素, 吃多了简直就是投毒行为。 此外,隔夜的剩饭剩菜, 尤其是剩菜, 里面有亚硝酸盐。 人体过量摄入后, 可能在体内生成亚硝胺类物质致癌物, 增加患癌风险。 另外,筷子、砧板这类生活用品也不能贪图便宜, 买稍好一些的, 定时更换, 避免霉菌滋生。 对于癌症,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良好习惯, 都能有效地杜绝它。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的健康生活预防做起。 盘点那些被吹上天的防癌食物, 其实真没啥用。 1.大蒜。 传言中提到的说法是 大蒜内的大蒜提取物几乎达到了包治百病的作用, 不论是预防癌症还是心血管疾病, 都不在话下。 事实上, 大蒜的作用远没有那么神奇。 传言中宣称的大蒜功效, 很多都没有进行过临床实验, 还有些实验仅在动物以及体外细胞上进行, 不能简单推论至人体身上, 对此要持有正确心态。 2.茶。 茶叶非常广为流传的一个作用就是防癌, 但是关于茶的防癌作用争议却很大。 有研究显示茶有抗癌潜力, 但是也有研究显示茶没有抗癌作用。 欧洲流行病学杂志上的一个研究, 使用了50多万中国人的数据, 以此来分析喝茶和多种癌症之间发病风险的联系。 结果显示, 每天喝茶大于4克的人群和每周喝茶小于1次的人群, 总体的癌症风险并没有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 喝茶并不能起到防癌作用。 3. 秋葵 秋葵的外号也是数不胜数, 包括有绿色人参、植物黄金等, 也有人说秋葵是癌症克星。 然而,秋葵就是普通蔬菜的一种,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水、维生素、 一些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秋葵具有特殊作用。 4. 西兰花 西兰花能防癌的说法也是由来已久, 事实上这是个断章取义的说法。 这个传言的真正说法应该是, 西兰花等十字花科植物内含有一种天然分子, 可帮助抑制肿瘤生长。 研究者表示, 按照等量换算的话, 想要达到潜在抗癌效果, 每天大约需要生吃6斤左右的十字花科蔬菜。 话重点, 每天生吃6斤, 光是这就不可能做到, 更别提治了之后也只是潜在抗癌效果, 也就是不能确定, 相信没有人会去做这件事吧。 总而言之, 光靠吃某种食物来抗癌, 是非常不靠谱的, 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食物可以起到抗癌作用。 单一的只吃某种食物会吃不下其他食物, 反而会引起营养不均衡, 对健康不利。 我们在生活中, 真正应该做的绝不是去寻找抗癌食物, 而是要改掉一些很多人正在做的一些可能会有发癌症发生的不良饮食习惯。 不良的饮食习惯或增加癌症风险, 却经常被你忽视。 一、少吃油炸食物。 有些人就喜欢油炸食品, 但其实油炸是个极为不健康的烹饪方式, 长期摄入油炸食物会诱发肠癌、 疑腺癌等消化到肿瘤发生。 二、少吃剩饭剩菜。 日本也是胃癌大国, 但是发病率已经得到了大幅度下降。 医生认为日本胃癌发病率下降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使用冰箱。 剩饭剩菜吃得少了, 因为食物在常温下容易变质, 很可能会诱发胃癌发生。 三、少吃应酬饭。 回家吃饭是医生一直在倡导的, 因为很多人都忙于应酬。 餐桌文化是中国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陋习, 在餐桌上不自觉地就会大吃大喝, 外加不良嗜好。 这样一来会让胃肠到长时间处于受损状态下。 再加上体重超标的话, 癌变的风险会显著增加。 常见的很多蔬菜中其实都含有所谓的抗癌元素。 这些物质对于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但是每个蔬菜中含有的成分有限, 我们人体能够吸收的成分也有限。 日常生活中适当多吃, 对于身体肯定是有好处。 但如果想要通过食物避免癌症或者治疗癌症肯定是不现实的。 总之, 想要预防癌症就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定期做好癌症早期筛查, 一般就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